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昨天是王者25赛季的最后一天 因此众多大佬都在争夺巅峰赛定榜第一 最终还是主播魏良站在了巅峰第一的顶端 不过这次定榜第一的产生非常有戏剧化 昨晚本来小锦儿排在巅峰第一 他的分数是2682,比魏良的2688多了两分 不过两人就此收手的话 那么小锦儿将会是本赛季的定榜第一 可是魏良怎愿屈居第二呢 于是魏良开了最后一把巅峰赛 准备最后一波,如果这把魏良赢了 那么他的分数就会超过小锦儿 无奈之下小锦儿也只能再开一把 毕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超过自己 而自己却什么都不做 然后有趣的地方就来了 这两人的最后一把巅峰赛都输了 但是魏良却登顶了巅峰第一 分数只比小锦儿高了一分 那肯定很多小伙伴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都输了魏良分数还反超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魏良有底扣分数 他只把输掉之后扣的分比小锦儿更少 我们打开魏良的战绩可以看到 几乎把把都是MVP 这给魏良攒下了不少的积分 所以最后一把他只扣了11分 而小锦儿扣了14分 他在MVP次数没有魏良高 所以底扣分不多 这也最终导致魏良以一分的优势成为定榜第一 真的算是失之毫率差之千里 不过两个人的分数如此接近 实力完全是不相上下 无论他们两个谁得到第一 都能让网友心服口服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 魏良一分的优势登顶呢